毛主席说,我和朱老总没付过伤,都是这个人功劳。 开国将帅中大多是征战沙场的梦,将在战争时期所向披靡淡到了和平建设,时期很多人都不是很适应,连毛主席都说我们要打的这场仗以前没打,过是新手要从头开始学习,不过还是有一些人两手都很硬不光打仗。 是孟江建设也同样是高手,在我们熟悉的高层国家领导人,中有四大班的国家主席、国务院总理、全国人大委员长、全国政协主席。 另外两个完全靠自身实力的,一个是王震上将,担任过国家副主席和国务院副从理,还有一个是韦国卿上将,担任过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。 看看韦国卿将军,韦国卿,1913年生于广西东南县,15岁就参加了革命,招明的摆色起义时,韦国卿就是其中的一名小战士。 红军长征开始时,成立了军委干部团,陈更任团长,下面有个特科营,专门负责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。 营长就是年仅21岁的韦国卿,足见其出色的能力,在整个长征时期,特科营几乎都是跟随中央机关行动,立下了汉马功劳,比如强度乌江天险,就是特科营的功劳。 1971年,毛主席在召见韦国卿时,还提起了当年韦国卿,因为保护中央员受伤的事,说,我没有负过伤,朱老总也没有负过伤,韦国卿你负伤了。 且放战争时期,韦国卿世华尔二宗司令,苏北兵团司令,第十兵团政委,以擅长打土基战而闻名,向歼灭皇为兵团,活捉杜玉明等战役中,都有韦国卿的身影。 韦国卿最值得称道的,还要数元月抗法时期。 那是1950年元旦,刚刚建国不久,越南主席胡志明来到北京,想请中国派一支军事顾问团,去帮助越南抗法斗争。 对这样的要求,毛主席向来是很支持的,那么派谁去何事呢? 朱德、周恩来、聂荣贞,同时指向了一个人,韦国卿,毛主席听后,点了点头,说,他去,我放心。 图,韦国卿陪同毛主席视察,当时的新中国,江新云集,比韦国卿更厉害,也不在少数。 为什么朱老总、周总理、聂荣贞都认为,韦国卿是最佳人选? 首先,韦国卿是广西人,离越南很近,无论是水土还是生活习惯,都能很快适应。 其次,则是韦国卿既有出色的军事能力,也有优秀的政治能力。 要知道,出国援助可不像在国内,要注意的东西非常多。 一旦处理不好关系,很可能会造成国际影响,因此,必须要派一位懂得斡旋之道的人才行。 正如毛主席所说,顾问就是顾问,实际上就是参谋,出主意,想办法,不可当太上皇,不可包办代替, 要和人家搞好团结,不要有大国思想。 而韦国卿正是此道高手,到了越南后,胡志明想让韦国卿来指挥越南军队, 要是许是有,肯定当场就答应了,但韦国卿却委婉地拒绝了,只答应做顾问,负责出主意。 当然,胡志明对他的主意,也都是严挺计从,比如在昭明的电蝙蝠战役中, 法国军队在美国人的支持下,迅速占领了越南北部重镇电蝙蝠, 胡志明立刻召集中将开会,研究对策,而韦国卿,自然也是做上宾。 在韦国卿的指导下,越南军队开始了对法军的反攻,只用了不到两个月后的时间, 越南军队就重新占领了电蝙蝠,并将法国军队全部俘虏,取得了越南抗法的最大胜利。 图,韦国卿又与胡志明胡志明亲笔给韦国卿写了一首诗, 百里寻军卫玉军,马蹄踏翠岭投云,归来偶过山眉树,每朵黄花一点春。 据说,直到被俘,法国军队都不知道怎么输的, 德卡斯特来将军在战俘营中对审讯人员说, 真是奇异的一仗,就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败得那么快,这么惨。 说实话,直到现在,我们仍然不明白,你们使用的是什么战术。 韦国卿回国后,毛主席特地接见了他,高兴地对彭老总说, 我说过山沟里出马列主义,现在我要说,住在山沟里的少数民族出人才。 彭总,你看对不对,彭老总连升成事。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,韦国卿担任过广西省长、广东省委书记、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, 并于196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。 1975年,当选,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,成为副国级干部。 2014年,当选,为全国人大常委员长,成为副国级干部。 2014年,当选,为全国人大常委员长,成为副国级干部。 491970年,当银子蛇的编言。 。